弟兄姐妹,今天是礼拜一 但是我想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二十二章 那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章 我觉得二十二章有几节圣经是很要紧的 二十二章第一节 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辱经营 户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 通达人见过多长余蒙人前往受害 第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我再读一次好不好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我再读一次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太宝贵了 很多的人都期待富足 对,尊荣能够生命丰盛 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 那其实上帝都给我们很好的路 很清楚的路 是不是,你要得到耶稣的救恩很简单 你就是相信耶稣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那神的话都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去做多言多语的难免有过 那你就不要多言多语 他告诉我们说 你只要不讲话 你就算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圣经讲的都是斩金结铁 你只要这样做 你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 那相反我们就会遭到很多很多的祸患 这边告诉我们说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Humility and the fear of the Lord bring wealth and honor and life Humility 这个就是谦卑 弟兄姐妹 谦卑,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所得到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财富 rich 这个wealth 就是财富 那owner还有大夫 就是生命 那弟兄姐妹,谦卑是多么的要紧 谦卑是一种态度 你知道 因为神跟谦卑的人是相近 然后上帝说神抵挡骄傲的人 因为什么 因为神的本质就是humility 就是humble 在旧位里面说到 我们的神是智隐的神 你看见 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如果你的神是真神 那你就让他在天空中 让我们显现啊 再打一个雷啊 跟大家讲说 你们不信 你不信我 你们通通都会下地 弟兄姐妹 我在想如果我是神 我可能会这样做 我会让你知道 你敢不相信我 我就给你好看 弟兄姐妹 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 虽然很多的人污蔑他 很多人说他怎样 弟兄姐妹 上帝就是这样安静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 在克西玛尼远 被那些人绑起来 然后架到那边去 当那些彬钉打他的耳光的时候 耶稣就被他打 是不是 那那个荆棘官员 戴在他头上的时候 他的血就流出来 哇 弟兄姐妹 他可以 他告诉彼得 他就拿起刀来 要护卫耶稣不是吗 拿起刀来 一刀就削下去 他够勇敢的 是不是 面对这些冰定他 结果把那个大祭司的 那个仆人的耳朵 削掉那个耳朵 弟兄姐妹 你看见 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 是行在谁的身上 是行在上 杀的仇敌 仇敌的身上 你就看见 耶稣是一个多么谦卑人 耶稣对彼得说什么 收刀入敲 收刀入敲 他说我难道我不能够求父差遣 十二银的天使来保护我吗 那为什么我没有保护 弟兄姐妹 因为他就是降伏 谦卑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 菲利比书 第二章 他七次讲到他降伯他自己 说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起了奴仆的形象 既有人的样子 就纯心卑微 你看一级一级的降下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七次降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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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伯 结果接下去那一节说 神就用右手把他高举 并且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并且叫天上地上地底下 无不屈膝口称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超过耶稣基督的 为什么 他七次降伯 正如这篇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敬畏业化 心存谦卑 就得什么 财户尊荣跟圣命 那我们看见 反之魔鬼不是这样 虽然他是受造之物 是不是 但是他在圣经里面 他却五次说我要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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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他说 我要与神同等 我要坐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与神同等 北方的极处 这指着上帝的宝座所在的地方 他要坐在上帝的宝座那里 他要与神同等 弟兄姐妹结果 他不但没有与神同等 他变成这个 变成魔鬼 最后他在坠落哪里 坠落无底洞 弟兄姐妹 无底洞是什么 就没有比那个更低的洞 就是叫做无底洞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我们就是 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但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就是一个谦卑人 你会信耶稣 你就是一个谦卑人 耶稣你没有看见 你只不过因为有人做见证给你 有人有人传福音给你 你就接受上帝所说的话 弟兄姐妹 你就是 你是一个何等谦卑的人 所以你是一个蒙福蒙恩 蒙恩宠的人 那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 我们有什么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呢 所以我们可以夸口吗 如果我们要夸口 我们就指着我们的主夸口 弟兄姐妹 只有主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 他就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是谁 我们只是他的仆人而已 谦卑就是站对位子 谦卑的本质就是敬畏耶和华 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要抬头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永远要知道 我们不过是一个人 结果是什么呢 反而是财富 尊荣跟神明 扫罗 当他被选为王的时候 他被抽签成为王的时候 他自觉不配 他自觉自己知道 他我不是不配做一个以色列的王 可是他就躲起来 是不是 后来还是被抓起来 这个找到 然后他就被立为王 是不是 主教我们复习的时候 叫我们不要坐在首位 要坐在哪里 坐在末位 坐在末位 那他说 因为当主人来的时候 你如果坐在首位 还有比你更尊贵的人来的 就会叫你说什么 你起来 你起来 让这个最尊贵的位置 给这个人坐 结果你要 你就坐在哪里 因为只有 最后剩下一个位置 就是末位了 你就 你就 你就自豪去坐在末位 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坐 你宁可去坐在末位 然后那个主人看见你了 哇 他说 请你坐在首位 那前面 上帝就告诉我们说 你一定要这样子 因为 这个 当你谦卑的时候 上帝就高举你 当你自己 以为是的时候 你就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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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 这个 就是 这样自卑的人 就升高 自高的人 就降 这是神的法则 这是神的法则 这是有多大的智慧 跟 启示 你知道 后来扫罗不是做王了吗 做王了以后 那他整个就改变了 他做了王以后 他就改变了 你知道他 那个 大卫不是杀死了这个哥利亚 是不是 那大卫实在是解救了整个以色列的军队 那这个哥利亚一叫战 这个 连扫罗高人一头 他也不敢出去 打不过他 打不过他 那他也不敢去 没有人敢 结果 大卫打赢了 那打赢了以后 回来 那这个 这个 这个班师回朝的时候 那个多 本来是 这个 这是不可能打赢了 现在打赢了 哇 高兴大家 这个缓缓血回来 哇 这个妇女就出去 外面在那边 唱歌 来迎接 他们唱什么 他们唱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哇 听听姐妹 我也想说姐妹们 请你拜托你 你知道 他们这样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本来是 是很尊荣大卫的 是不是 结果从那一天开始 大卫就受苦了 因为扫罗就嫉妒大卫 结果是什么呢 他心中就不怨 他对人说 千千归我 万万归他 那是什么 我是王 那弟兄姐妹 你看见 他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所以这个 开始 就开始 他就已经跌倒 因为 他会骄傲在败坏之前 跌倒在狂心 在跌倒之前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 站住位置的人 我只是一个人 我就做一个人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去期待 我们要跟别人相比较 我们只要站在 上帝给我们的位置 我们就会非常的喜乐 非常的舒适的 走在上帝祝福的 道路的里面 弟兄姐妹 不要去 这个 这个 这个好像 这个好像羡慕别人 哇 他怎样怎样 弟兄姐妹 上帝给你的 就是最好的 常常带着感恩的心 上帝就恩待祝福你 有一个姐妹 就讲到 哇 他就觉得很难过 他先生怎么样 这个 不合理 那后来 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但是你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你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是不是非常贴你的心 哦 他想一想 是哦 真的 他说上帝真的给我他两个非常贴心的孩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就告诉他说 那你要 你不要一直说 好像没有的 你要说什么 上帝给我们的 这就是 站住我们的位置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神 所以我们不要去改别人 我们只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就把赞美敬拜归给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 主祝福你 这个礼拜 是过年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 将是美好的一个礼拜 让你预备你的心 来过这个得胜的农利年 主与你同在 阿们